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一直知道你会来的 我们把事情说清楚吧 主持人好 你可以啊 我就相信他不是这样的人 当你发现古大风轻大的时候 为什么你不跳出来给他一卷 怎么说呢 我是一名司机 而他们两个都是老板 我也不可能说 但是他断了片啊 他没有行为能力啊 那我语言上可能会 那你就看着他被欺负吗 不会 来 算这儿吧 接下来是余万婷和小陈的告白时间 小陈 我就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因为十万块钱 不顾一切的人 你知道吗 你这些天走了以后 我的生活全乱了 你走了之后 我连早餐都没有吃 每天都会想着你 不管古大风说了什么 我以后跟他断绝来往 我以后我不再是你的老板 我要做你的女朋友 我真的很喜欢你 不要再次拒绝我好吗 你已经拒绝给我一次了 我们把钱还给他 以后 以后我们俩一起共同努力 好不好 答应我好吗 听见 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我什么都不懂 我只是一个司机 我只能负责 接你上下班 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只要我们两个是真心的 那好好过日子就行了 你不要再去顾忌了好吗 答应我好吗 相信我 我以后也不会再跟那个古大风来往 一切都不会 不要再有任何的顾忌 你喜欢我的什么 我喜欢你的单纯 我喜欢你的实在 很会照顾人 我要爱我的心态 能抵挡失落的痛楚 一个人的路途 也不会过度 我要爱我的心态 我的幸福 能有生命的程度 无论我身在何处 都不会迷途 把钱还给老谷的时候 切记 理解一下他的感受 你谢谢老谷 对你常年来的照顾 然后将来 你们怎么处理 跟老谷之间的关系 是你们之间的事 但其中有一点 就永远要让老谷感觉到 你们时时刻刻都是恋人 别人连针都插不进来 好吧 好 行吧 牵着手吧 牵着姐姐的手 幸福一起走 那走吧 谢谢图老师 谢谢图老师 我要爱你 我要爱你